涉及意外的兩輛巴士撞了一堆 兩輛車的車身撞到爛了 意外發生在凌晨12點多 一輛巴士沿尼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行駛 當駛到近法庫街時 被尾除的巴士撞到 意外中有一名巴士司機和4名乘客受傷 5個人分別由救護車送丸救治 警方經調查後 懷疑有車跟車太貼造成意外 香港歡頻電視機就在金營報道